大家好,我是豪流山快捷师 我在陆生机有一家华人快捷宿舍 为全球的华人在美国注册公司 个人报税,公司报税 开银行账户,做财务记账 咨询税规划等等 如果您需要在美国帮忙注册公司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通常的话,如果您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 如果您是外国人的话 您有护照和身份线都可以在美国注册公司 如果您需要开银行账户的话 就需要护照 如果您是美国人的话 你驾照就可以了 驾照、绿考或者说您的护照也可以的 通常注册公司的话 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您只要备用三个名字就行 哪个就可以注册公司 还有就是说 备用的名字取好之后 我会先帮您申请税号 如果您有美国个人税号 我会先帮您申请税号 如果公司税号能够申请下来 我再帮您注册公司 如果您是外国人的话 我就可以这么操作 外国人的话 我要确信您这个公司 是可以注册测 又可以申请税号的 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要靠一点的几率 因为有时候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 您的名字能够在这个州注册的话 但是在其他的州可能也被注册了 但是那个公司的税号 在国税局 同一个名字只能够一个税号 所以说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年我们之类的话 大约会出现两三个顾客 我帮他注册公司的时候 有时候在这个州 查了是没有被使用的 但是你这个公司政府批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申请税号的时候 就或者线上申请 要传证到国税局去申请 因为那个名字在其他的州也被使用过了 这样你发传证到国税局去申请公司的税号 在这个疫情期间 申请税号的时间会有点长 大概是要一个多月吧 现在我想这个疫情很多会过去 过去了之后 这个申请税号的流程 又会可能会像以前那样 只有四五天 不过就可以了 你只把这个公司需要申请下来 然后我们就会帮你把这个公司张嘲会计 股权的公司的成员的权益 这些文件都会弄不出来 就是把这文件 然后每年这个公司要记账 到年底 就是说每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到四五月份中间 这个时间就要报公司税了 如果你是ROC的税的话 一个人的ROC 个人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 两个人的ROC 或者两个人以上可能是3月15号 如果是你国份有限公司 报税的话 是4月15号之前 每年的4月15号之前 截止日期 所以说在美国的话 你尽管你的公司没有任何的收入 没有任何的开支 但是也要需要在美国 把税单报上去 可以临时报 税单要报上去 但是并不一定要交税 交税的情况是 您在您的公司 当您的盈利 超过您的所有的开支之后 还剩下了一点收入的话 收入是要交税的 如果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话 就是在免税收入的话 您的公司的联邦税率 是百分之二十一时省与成年纳的公司 净收入 如果是住在有周税的周 的话 除了联邦税百分之二十一的 净收入的税收入之外 还不有周税 每个周会有它的不同的税率 就是在有些有周税的时候 它也会有销售税申报 有些是销售公司的 还有营业执照 如果您在那个场地 有营业的营业场所的话 有营业收入申报 还有有的城市会有的地税 还有地区挺多的 所以说如果您在美国 没有实际的办公场地的话 我是建议把公司 树立在免税州 特朗华州 华盛顿州 内华达州 福禄与达州 它不是免税州 它是免个人税 但是公司税 如果是不会有限公司 是没有免的 它有周税的 如果你住宅的LLC 以个人收入来报税的话 是有免个人税的 住宿的州税 不会有限公司没有免的 德州的话 我觉得 如果您的办公场地 不在德州 还是不要在德州 因为您要关公司的话 还要经过好几个部门的逼准 全美国纽约和独立 关闭公司 是最麻烦的 也是最严格的 所以说 您在考虑这个公司 就在南州的时候 很重要 这个应该要咨询 会计师的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咨询 你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的微信 电话都可以联系的 只要我们没有忙的时候 我们都会及时回复您的 谢谢您 拜拜